下一個是愛考的重點 音調 就是聲音的高低 聲音的高音還是低音 聲音的高低由頻率決定 頻率決定 頻率大就是聲音高 頻率小就是聲音低 聲音低 所以音調就是聲音的高低由頻率決定 頻率我們講過了 就當然有什麼 赫兹對不對 這一句話是重點 這句話是重點 考試喜歡考的重點 同一個材料 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就越高 同一個材料 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就越高 考試就考你 這個會談會有那個會拉小提琴的 談吉他人就會曉得 考試考你一個吉他 一個琵琶一個小提琴 手按著然後去撥它 哪一個音調高 會談人都知道嗎 你的手按著越下面 談的時候音調就會越高 因為那個弦就會越短 人情越短 所以同樣的材質越輕薄短小幾 或者是那個 有人去那個 那叫什麼 就是一條一條的那種 打了打了打了 打了七天打了七月 也是那個比較長的聲音比較低 比較短的聲音比較高 邊中也是一樣 大的中聲音就比較低 還有質疑也是啊 比較短的聲音比較高 比較長的聲音比較高 比較低 長的質疑聲音比較低 短的聲音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就告訴你 同一個材料 就是考試愛考的重要的 你給我記好 同一個材質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就會越高 當然會有題目 等一下會有類似的題目 就是音階 就考過喔 音階 抖了一八十 抖了一八十 抖了一八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音調 就是頻率 就是聲音的高低 就是聲音的高低 好 這裡 頻率也不用背啊 看一下 常常會有人講A調 拉四來四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我也不懂音樂 然後會用A調 拉 一般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說 小孩子的聲音比較高 小孩子的年紀小 身帶比較輕薄 還小一點 所以音調比較高 等到青春期之後 正常的話 男生會變聲 所以聲音會變得比較低 女生呢 聲音還是比較高 但有一些是男生變聲 沒有變過來 就會變得 聲音就會比較 比較 尖細高一點 那有的女生 不知道這邊 荷爾蒙關係怎麼樣 會變得比較低一點 但是一般而言是這樣 一般而言是這樣 然後呢 一定會發生頻率 看一下欣賞完就好了 不用背 不用 一般的樂器 這樣 然後這樣 這樣 看看就好 不用背它 所以我剛剛講說 所以我上面講說 那個高頻的聽不到也沒關係 高頻的聽不到也沒關係 因為一般的情況下 你不會聽到 那麼高的聲音 不會聽到那麼高的聲音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這就是 這就是音調 重點是剛才內聚 重點是剛才內聚 同一個材質 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就會 越高 那個是我們考試的重點 可以嗎 OK 好接下來看一些簡單小題目 有個吉他波動弦他發聲音 請問你敘述何者正確 力量越大 就是給的能量越大 就是震幅越大 就會越大聲 這是響度變大 不是音調變高 所以選項A是錯的 然後同樣材質 越輕薄短小幾 音調就會越高 所以呢 如果你的弦長變了 變得比較短 音調就會變高 變得比較長 音調就會變低 所以呢 選項B也是錯的 出細就是 比較粗的 音調比較低 比較細的音調比較高 輕薄短小緊嘛 輕薄短小緊 所以呢 選項C也是錯的 所以呢 只有出是對的 把它弄緊一點 緊一點 音調就會比較高一點 鬆一點 音調比較低 這個只要你會彈吉他 拉小提琴 什麼大提琴 什麼 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你的經驗裡面就告訴過你 就是簡單小問題 OK 可以嗎 可以 請問你 這樣咧 正確調音過的吉他 開始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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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對的 就是還是在考那個 還是 基本上 還是在考那個 同一個材料 越輕薄短小緊 所以那是Keyword 重 來 我們要找位大帥哥 或者是大名 這位叫做 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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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A 你叫什麼 A A 你選A 對 你做 誰告訴你A 我自己猜了 你自己猜A 同樣材質越輕薄短小緊 音調會越高 所以選項諸改變懸長 無法改變音調是錯的 改變懸長可以改變 因為輕薄短小嘛 短長會不一樣 然後呢 長度越短 音調越高 所以B是錯的 比較粗的弦 音調比較低 所以C是錯的 所以只有A對 弦長越長 音調越低 越輕薄短小緊 音調越高 所以重點就是 我跟你講過的 音調的重點就是 我剛才跟你講了好多遍 要你記好的 同一個材質 越輕薄短小緊 音調就 越高 頻率就越高 這個是重點 Keyword要把它記好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